美麗的房子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bruce 又到了我們彥房的時間 今天我們來看一套 全新的房子 今天主要重點呢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美麗的新房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美麗的房子 這個是 很標準的這個 喬治亞州的這種 style 前面有一個這個 露台 一進來 一進來的話可以看到這個飯廳 前台是這個 挑高的這個走道 這個是開放式的廚房 廚房呢它是直接跟這個 客廳呢 是合在一起的 它的磁磚貼的也蠻漂亮的 然後它的這個 臥房全部都在二樓 然後是四房 兩位在二樓 三間房 共用一間廁所 這廁所呢都是很標準的這個 標準的這個 廁所 但是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就是主臥了 在這裡 我們來看一下 整個座位 每一間都在一間都在 我們來看一下 我還蠻喜歡它的這個 laundry room 的地方 laundry room 它把它貼成這樣 這種地磚呢 它這個看起來很像地磚 其實它是塑料片 是vinyl 的 防水性很強 而且還蠻漂亮的 這個是新建的小區 所以它的這個草啊什麼的都還沒鋪完 包含 你可以看到它的這個driveway 還是碎石子路 都還沒有完全鋪那個 損泥圖 現在這種新房的廚房都建的很漂亮 可以看到這個中島這麼大一片 很漂亮的燈 很漂亮的燈 然後你可以 如果你電視是掛在你的這個 壁爐上面的話呢 你還可以一邊在切菜啊 一邊看電視都可以 我們看一下它的櫥櫃 它這個是沒有裝這個soft closed 但是它這邊 邊邊是有裝這個 隔音免稅的話 密合度還算是蠻不錯的 大理石台面 大理石台面 這個是在這個 新房的空調的旁邊 我剛才一腳踏進去 差點沒摔死 你看這麼大一個洞 這代表什麼呢 這代表說它在做grading 它在做土方平地的時候 它這邊的這邊沒有鋪好 所以造成這個底下 其實是塌陷的 它只是拿草皮硬給它蓋上去的 所以說 在新房檢查的話 這種情形也很重要 就是說 要確認你 房子周邊的這個土方 它都已經是 土都是岩石的 而不是這種 鬆散的 而且底下還有掏空的這種 這個 如果是用久了以後 空調的 又在這邊排水的話 這邊很快就會有一個心厚 就是會有很大下沉的一個很大的洞 洞會越來越大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也會要讓建商來把它給做好 好 這是一個 全新的房子 但是它的車庫門沒有裝好 所以造成這樣子 危險的情況 我們可以看得到 它的這個 車庫門邊邊的滑輪組 基本上都已經脫鉤了 好 那這個滑輪組要重新裝才行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 邊邊都脫鉤了 而且它的這個 這個 彈簧 線圈這些都基本上都已經 搞爛了 所以要重新裝 這是全新的房子 你可以看到現在室外的這個 插座 它的盒子現在都做的這樣子很漂亮 以前都是醜醜的白色的 白灰色的 現在它做成這種透明的 很漂亮 很有質感 好 那我們 就要準備開始工作了 今天的短視頻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訂閱分享按讚 我是bruce 我們下次見拜拜